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凌晨 六名调入打工骗局的东马男子成功回到我国 受害者透露 他们工作期间双手必须放在键盘上 不然会被电击对付 霹雳州金爆铁壳洞出口遭雨水淹没 导致在场进行电影拍摄的30名工作人员受困 彭亨昨天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 目前直升机内的六名受伤人员已经成功被带离 坠机现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霹雳州总警长达罗曼亚昨天晚上9点30分被救出来 初步调查 所有受害者的年龄介于31至48岁 我们回来到缺浮沫洞出口 目前所有受害者已经送往以保中央医院 接受进一步治疗至于直升机的残台 则由马来西亚民航局管理 这一次的救援行动涉及127名相关人士 援助机构包括警方,消整局,69特种部队 陆军,市议会和卫生部 霹雳州金爆椰壳洞出口遭雨水淹没 导致在场进行电影拍摄的30名工作人员受困其中 被迫在洞内等待救援 索性数小时后,所有人安全脱困离开 霹雳警方发文告指出 警方于下午4点左右,截获有人被困在椰壳洞的投报 于是连同消整人员前往椰壳洞展开救援行动 初步调查,有80名拍摄队人员在椰壳洞后山进行拍摄 在完成拍摄后陆续离开 但是下起好雨,导致椰壳洞内,水路出口淹水,水位高达1.5公尺 警方和消整人员携手展开救援行动,协助受困30人离开 截至傍晚6点10分,所有人都安全被救出,期间没有人受伤 同时,消整队也在确认所有人安全后,在傍晚6点53分宣布收队 警方透露,受困的拍摄队为香港电影《爆裂点》的工作人员 如今已经全员获救,无人伤亡 受困的30人来自本地及新加坡,应该都是幕后工作人员 《爆裂点》是由林超贤监制,主演演员包括张家辉,陈伟霆及周秀娜等 据悉,陈伟霆的戏份已经杀青,并返回香港 今天凌晨12点,6名掉入打工骗局的东马男子成功回到我国 他们原以为飞往柬埔寨担任赌场核冠,就能赚取每个月1500美元 约7000令吉的月薪 无料后来沦为主宰,在过去7个月,几乎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 清醒的是,他们日前在酒店趁着被转移到新基地时 成功逃出升天 受害者透露,他们工作期间,双手必须放在键盘上 不然会被电机对付 成功抵达第二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包括了四人来自沙巴 另两人则来自沙拉越 他们在酒店趁机求助和发送所在位置给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及全球反诈骗组织后迅速获得援助 我们已经住在这里了七个月 七个月 七个月 我们在一幅屋 我们在一幅屋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能出席 我们不可以出席 到哪里 你觉得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是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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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这样 我们的工作是亟了 我们只是想努力 我们aient不做安全 你想弄多少 好 exiting 我们要拿出来 我们的工作得有啊 我们有人要研究完 我们在鲯第四人这є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受害者也透露 他和另5名 年龄介于17到36岁的男子 是在今年3月 被社交媒体上的招聘贴文吸引 以为飞往柬埔寨 担任赌场合官赚取美金 不料却沦为主宰 被囚禁在诈骗基地 几乎每天工作12小时 至最高18小时 以达成诈骗业绩 同时指出 比起其他人 他们已经算幸运 没被虐打 但如果他们的业绩不达标 将被迫加班工作 而直到日前 集团因为要转移阵地 安排他们暂住酒店后 他们便趁机越洋向非政府组织 提供所在定位 有关组织随即透过人脉 快速安排当地居民开车前往酒店 救出他们 为了提高我国的刑事案件调查效率 内政部看守部长 德德西 哈姆萨 在伦定建议 设立一个完整的法证一战事中心 促进刑事案件调查进度 尤其是高知名度的案件 哈姆萨在伦定表示 一战事中心涉及卫生部 国民登记局和化学局 以便收集相关信息工作 得以检疫进行 在国内的案件上 Tambahan pula dengan penekanan The Guilty Act yang dilakukan itu ianya berkait rapat tetapi kalau ada satu kaedah yang boleh dilakukan dengan begitu baik di sini, center yang mencukupi dengan segala alat-alatnya lab yang cukup saya yakin kita dapat mempercepat kerana kalau yang bersalah kita boleh mencukupi mereka untuk mencukupi mereka Hamza Zainuddin di首都吉隆坡 主持全国执法 法医学研讨会后 这么指出 早前 五国的机架上涨 政府想尽办法 寻求解决方案 毛小部看守副部长 Datto Rosawahi 表示 涉嫌垄断 和支配本地 肌肉价格的五家公司 必须在今年 12月19日 之前 提成 書面陳情 西海岸 在本月21日 之前提成 然而 基于案件 相当複雜 和一些因素 而延长 宽限期 西蒙行动党 昨天宣布 萨夫拉 上阵文东 国席 这让前任文东 国会议员 但是廖中来 再战文东 国席 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至于为何不让原任文东 国会议员 黄德在文东 上阵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 陆兆福指出 曾建议黄德上阵 金马轮高原 国会议席 但黄德拒绝了这项建议 廖中来对此表示 他对行动党 不敢让黄德留守文东 感到失望 因为黄德辜负了文东 选民的委托 理应受到选民的审判和惩罚 都脱离不了行动党 深耕低估的游牧投机本色 上一届把黄德因应塞进文东 毫无作为之后一走了之 只是把国会议员的自责当儿戏 文东的人民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尽管黄德这次无缘代表 行动党上阵文东国席 不过他昨天宣布 将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 出战文东国席 来看全国选举的局势 土著团结党副主席 达德拉吉吉定 将上阵布成国会议席 另外行动党宣布 雪州四国会议席候选人 原任普总国会议员 高宾信将转战白沙罗国会选区 原任柔佛巴吉里国会议员 杨美莹上阵普总国会议席 国盟主席 达德拉吉吉定 在主持国盟活动时宣布 达吉吉定即将代表 国盟上阵 不成国席候选人 他在2018年全国大选中 攻打吉兰丹哥迪里国席 但最终被原任 哥迪里国会议员 丹西安努萨以4,626张多数票 击败他和伊斯兰党的候选人 湾·伊斯玛佑 另外由前首相敦马哈丘 创办的祖国行动阵线 将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 积极成为 迎娶沙巴民心的政党之一 目前该党还在就竞选 本周一喜数目进行讨论 同时已经证实 会在沙巴竞选的政党 有沙巴人民联盟、国阵、西盟 民心党和社会民主和解党 至于行动党 原任白沙罗国会议员 潘检伟决定不上阵大选 他说 虽然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梳理主席高明信和其他党领袖 都致力说服他继续上阵大选 但他个人已经决定不上阵 不过如果西盟赢得大选 他会向往年班协助西盟 另外 西盟主席兼公正党主席 德德西安莫暗示 雪州大臣德德西阿明如定 将上阵俄迈国会议席 以收拾叛徒 随着土团党最高理事 德德西阿斯敏 正式在园区首途后 换言之 俄迈国会议席 很有可能上演师徒决战 而已故一党精神领袖的儿子 尼欧马表示 他将以西盟旗帜上阵大选 以实现父亲尼阿基的遗愿 让反对党领袖 德西安莫成为首相 向上阵毗力州某个议席的尼欧马说 已故父亲尼阿基在2015年去世前 曾表达有关的愿望 第二次一位 再往一席 提升 解救把 十二位 治疗 建议 后往西 也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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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jabat cawangan kita akan bergerak membantu mereka di mana musibah itu berlaku. Dengan tingkatan lain di samping program Mekah tetapi pejabat-pejabat cawangan juga akan turun ke Padang bersama agensi-agensi lain untuk memastikan mereka yang kehilangan dokumen tadi. Kita buat gantian segera, terutama dalam keadaan pilihan raya yang akan datang ini, setiap pengundi mereka perlu ada IC, perlu ada MyCard. Sekarangnya berlaku kehilangan IC ataupun disebabkan banjir ataupun musibah-musibah lain, kita akan buat penggantian dengan keadaan segera. 国民登记局总监 Dr. Rossin透露,援助过程涉及被销毁文件,出声证明等,他是在颁发补办身份证时,这么指出。 好的,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我是林芷盈,感谢收看,salam glaga Malaysia,我们再会。 sub indo by broth3rmax